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我们要谈讨一下 耶稣基督既然是一个历史事实的人物 到底他是谁 我们首先从圣经里很清楚地看到 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 完完全全的神 我们在哪一方面看见他 是一个实在完全的神 从几方面很重要 第一他的宣告 他的名号 第二只有神才享有的属性 第三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 第四就是他的接受敬拜 我们希望从这几方面探讨 耶稣基督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真实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圣经如何介绍耶稣基督他自己 我们必须首先看 就是他自己如何介绍他自己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绍 在圣经里面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介绍在约翰呼音的里面先后出现了七次 这个介绍是和春埃及基三章十四节 耶和华的介绍息息相关 你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首先我们去看看 约翰呼音的四章二十六节 然后接着第二 约翰呼音的六章二十节 第三 约翰呼音的八章二十四节 二十八节和五十八节 另外约翰呼音的十八章五到六节 然后最后 马可呼音的十四章六十二到六十四节 所有刚才我所说到的经文 全部都针对着其中一个介绍 你可以说是最震撼的介绍 耶稣说他是谁 他说我就是我是 希腊文就是叫ego A me E G O A go就是我 我这样解 A me E I M I A m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是 这个称号 可以这样说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说的 因为如果说我是 就这样说 A me 已经够了 但是耶稣就说 ego 我 然后 A me 我是 这个宣告 春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是第一次出现 摩西 见到耶和华 他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跟着就说 你要我回到以色列人当中 我怎么介绍你呢 你是谁呢 然后神作第一次向他介绍自己 他说 我就是我是 就是 I am who I am 这个宣告 带给以色列人 由始至终 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 这个观念就是 原来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 我就是我是 而这个名字 是除了耶和华自己可以这样说 I am who I am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说的 而耶稣就是用这个名字来说给人 他就是这个I am的神 到底这个I am 我就是我是 有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意思 是独一的 是唯一的 第二个意思 是无可比以 没有任何东西 任何物 任何人可以跟他相比 第三 他是永恒地活在现在里面 I am 现在时识 是永远都是活在现在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是不受时间 空间影响他的 永远都是现在 所以他就变成了是 自由又永有 第四 他是不变的 过去是I am 现在是I am 将来都是I am 第五 他是信实的 说过的 他一定会跟着你做 第六 I am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 I cause to be 我令到他存在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I am的意思 就是万物 是宇宙 所有东西的创造主 第七 他是一个有位格 可以跟人相交的神 Ego A me 我是 其实是用人格 来称呼他自己 第一身 换句话来说 是告诉人 他是有位格 有属性 有感情 是可以跟人相交的 难怪 犹太人听见耶稣 他这样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要用石头打他 在八章五十八节 另外 那些兵丁来捉他 听见他这样介绍的时候 倒退 倒在地上 然后大祭司 听见耶稣这样介绍自己的时候 撕开衣服 然后就说 我们还用什么见证人 这个人 他竟然 听他自己 就是那个至高者 他听他自己 就是耶和华 所以又定他死罪 当我们留意 他看到圣经这么多的记载 我们很清楚看到 耶稣基督是谁 他就是独一的真实 另外还有一些 经文都告诉我们 他是独一的真实 一章一到二节 他是神 又是与神同在 三二一一二三 非常清楚 第二 罗马书的九章五节 他是永远可清重的神 约翰一书的五章二十节 他是真神 亦都是永生 另外 希伯来书的一章 第八节 他就是神 然后约翰封音的二十章二十八节 他是主 是神 是要我们一起去敬拜他 各位一位 我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